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观众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按照 每日言经事义的进度 继续来思想诗篇第30篇 诗题是写 大卫在献殿的时候 做这诗歌 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诗 写说这是大卫的诗 但是又讲说 在你的殿中怎么样 或是一生一世 住在你的殿中 我们都知道 圣殿是在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王的时候 才建造完建造的 大卫的时候 根本没有圣殿 所以我们常常 可以看见这些诗 是用一种写意 或是比喻的方式 让我们来思想 大卫的心情 那你可以说 在你的殿中 就改成在神的面前好了 或是在神的这个 会幕里面 或是说在这个 神的约会面前 基本上指的就是与神同在 那诗题基本上 也不是旧约圣经 原文里面有的 而是后代的人 自己把它加进去的 那所以是作为参考用的 这个可以看作是 以色列人的一个 读这些诗篇的时候 一些方向跟暗示 但不一定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看看 那这个诗题比较特别是写 大卫在宪殿的时候 做这诗歌 那我们知道 他没有盖圣殿 所以拿来的宪殿 所以或许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大卫 他在这个 他因为骄傲的缘故 他个人骄傲 以色列的国民也骄傲 所以在大卫晚年的时候 他就因为骄傲 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 就是赎点百姓 这件事情引起上帝的愤怒 所以呢 上帝就降下瘟疫之灾 然后呢 这个瘟疫之灾 就在这个国家里面 造成很大的伤亡 一直到这个瘟疫的灾 要开始 也要在耶路撒冷 要爆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上帝看见大卫跟长老们 在那边穿着麻衣 在那边痛悔 悔改 恳求主赦免 所以你可以了解就是说 包含大卫 长老就代表全国国民 他们都因骄傲而犯罪 所以他们恳求神 赦免他们的罪 那这个时候大卫就是在这个 阿尔南的河场 向上帝献祭 感谢上帝愿意 看在他们真心痛悔的 缘故上 就赦免他们的罪 那这个阿尔南河场 后来就成为 所罗门建殿的那块土地 所以说大卫在 献殿的时候 做这时刻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 在这个瘟疫之灾过去之后 大卫在阿尔南的河场 献祭的场景 第一节 耶和华我要遵从你 为什么呢 要遵从耶和华呢 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 向我夸耀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曾经 在我仇敌的面前 你从深处把我抬高 在提拔 一方面是拯救我 让我不落入敌人之手 二方面是在我敌人的面前 称我为义 然后呢 定敌人为有罪 第二节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这边继续讲就是说 为什么要遵从耶和华呢 除了在仇敌面前 你曾提拔我之外 我生病的时候 你也曾经医治了我 代表这不是一般的病 重病 一般的病 这个医好了 你会觉得是自己康复 但这个大家认为活不了的病 却因着祷告 祈求而好的 大卫就知道 这是耶和华 你医治了我 第三件事情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 不至于下坑 下坑就是 下到坟墓里面去 代表死亡 所以因为这三件事情 大卫他说 他要遵从耶和华 你曾经 在仇敌面前 提拔我 曾经我生了重病的时候 你医治我 甚至包含我这一次 这么大的得罪你 本来我也应该要死在 瘟疫的审判里面 但是因为我向你呼求 我愿意悔改在你面前 你就 饶恕我 使我的灵魂 能够从阴间里面被救上来 逃过一死 第四节 大卫不仅为自己感恩 他也呼吁 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 我们刚讲到 大卫跟长老们 一起 在上帝面前 迫切的悔改 神就赦免大卫 跟他的百姓 因此大卫也劝 他的百姓说 你们是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要跟我一样 一起来歌颂他 第五节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这节经文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会背 我们再来读一次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第五节我们来思考 上帝是公义的神 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上帝是会发怒的 那为什么他的怒气 是转眼之间呢 代表说他发怒之后 我们被圣灵光照了 我们就跟神 谦卑认罪悔改 哀求神 神就不再向我们发怒 所以他的发怒 是转眼之间 代表说因为你后来 你有被圣灵光照 你愿意悔改 所以他的愤怒 才是转眼之间 如果你死不悔改 哇那他的愤怒 就是一生之久 所以你自己要想好 你该怎么面对神 那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他的恩典 对于那些愿意悔改的人 却是一生之久 一宿就是一晚 虽然有哭泣 这哭泣代表就是说 晚上不睡觉 在那边 哀痛悔改 认罪的哭泣 那早晨必有欢呼 早晨就是那个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就是耶和华愿意 赦免我们了 所以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当我们知道 耶和华赦免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黑暗了 死亡了 痛苦 如同早晨的光 照亮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欢呼 所以呢 第五节的下半段 我们要留意 我们常会用这半节经文 鼓励别人鼓励自己 所以这一宿水有哭泣 这哭泣 其实指的是悔改的哭泣 你没有晚上的 这个悔改的哭泣 迫切的悔改的哭泣 半夜不睡觉 在那边悔改哭泣 你早晨 怎么可能有欢呼的 这样的恩典 所以第五节 以后我们再使用 他的时候要多留意 他其实强调就是 那个悔改 神愿赦免悔改的人 第六节 至于我 就是大卫 我凡事平顺的时候 便说 我永不动摇 这边就暴露出大卫 他心中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 赎点人数 自高自大 骄傲 耶和华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其实大卫 他能够成为君王 能够成为大卫王朝的开创者 带来国家的太平盛世 都是因为倚靠耶和华 可是等到自高自大的时候 哇 这个就惹神发怒了 他才说 是你曾经施恩于我们 我们的国家才能够 如山一样的不动摇 一样的稳固 我们却不知道 却骄傲自大了 却不纪念你的恩典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等到神发怒了 眼面不看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落入极大的黑暗里面 我们就惊慌失措 害怕 第八节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第八节第九节 讲到当大卫那时候 在悔改的时候 他是这样对神哀哭哀求的 他说 我这个 我的血 我下到坑中 我下到坟墓里 到底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他没有办法使我在活人之地 能够来 得着你的赦罪之恩 以至于能够在活人之地 称颂你的作为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第27篇的时候 27篇的第13节 有类似这样的经文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大卫就说 如果我被埋在尘土里面死亡了 我就失去的能够称赞你 赦罪之恩 怜悯之恩的机会了 我就无法来传说 就是传扬你的诚实 就无法传扬你的信实 你真的是一个 这个 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是恩典 却是一生之久的 这一位 听罪人悔改 祷告的上帝 第17节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马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在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哀哭 是穿上马衣 代表深切的悔改 但是呢 当神的赦罪之恩临到的时候 就把马衣脱去 原文是 说到这个 以喜乐束我的腰 站起来把腰带束紧 但是用喜乐束我的腰 使我得着喜乐的力量 腰带束腰代表就是 得着力量的意思 喜乐要重新成为我的力量 我不再哀哭 我要变为跳舞赞美神 大卫非常喜欢跳舞赞美神 这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 非常美丽的画面 好叫我的灵 歌颂你 并不住身 耶和华 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我们看见大卫 他身体要跳舞 他以喜乐 束上他的腰 他的灵 要歌颂上帝 直到永远 让我们看见一个 罪得赦免的人 他里面那种感恩的心 欢喜的心 是何等的 这个美丽的一个画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 一宿虽有 认罪悔改的哭泣 早晨必有 罪得赦免的欢呼 主啊 你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是你对 那愿意悔改的罪人 的恩典 却是一生之久 求神恩待每一个 真实在你面前 认罪悔改 蒙圣灵光照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可以 把哀哭 变为跳舞 能够 以喜乐 束上为腰带 代替 痛悔的麻衣 让我们重得 救恩之乐 谢谢你 愿你的宝血 洁净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